小米游戏本209深度评测 熟悉小米的用户都知道 小米从来不是一家局限于手机 这一单一产品的厂商 在其无比广阔的盛态系统当中 一本电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格 同时近年来随着电竞行业的推送发展 很快就催生出了游戏手机和游戏底本 两个喜分市场 深受电竞爱好者和学生群体的欢迎 而其中小米均是首批开拓这一新兴市场的厂商 具体到游戏本方面 小米去年才涉足游戏本 凭借其出色的性价比基因 被认为是其赤水新领域的一次出色的尝试 如今又经过一年的积累 小米在本月初正式发布了旗下第二款游戏本 小米游戏本2019 搭载了第九代Intel酷睿处理器 以及N图灵框架显卡和144Hz的屏幕 号称性能怪兽在升级 小编紫色拿到的便是配置和售价最高的i7 16GB加512GB RTX2060版 下面就给大家尤其是即将孤入大学生活的大一新生 所以小编一起来看看 这款性能怪兽又修炼到了怎样的段位 本着小米底板产品线上没有设计就是最好设计 这一理念 小米游戏本2019依旧延续了前作的自建设计风格 采用了全金属磨砂机身触感细腻光滑 配色深沉低调 隐约有整呼之一出的商务感 机身的A面正如雷军去年首选游戏本发布会上 这是一台能够带着去上班的游戏本的表述 小米游戏本2019依旧没有任何的logo标识 无论是喜欢简单的用户 还是有自己设计想法 想打造一台特性十足游戏神器的用户 都能够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 翻开屏幕来到了机身的B面 小米游戏本2019采用极具工业风和科技感的 影强式平球缸转轴和全服式屏幕设计 带来一种不同于传统笔记本的独特实际反抽 更关键的是 该机还全系标配了一块刷新率为144Hz 15.6英寸窄边框的IPS屏幕 分别为1920×1080 UOL 27% NTFD色域和178度的广视角 屏占比高达81% 与传统刷新率60特色的屏幕相比 144特色刷新率的屏幕 能够有效地解决脱影与屏幕模糊的现象 并有效地点发现撕裂卡顿 为玩家带来更加连贯流畅 新流水般的显示效果 使玩家在精灵当中占据更多的优势